为了鼓励清寒优秀的学生 5月25日在三重区公所颁发 郑忠义清寒优秀奖助学金 今年共有20位的同学获奖 大学组每人可以得到2万元 而高中组每个人可以拿到1万元的奖助学金 郑忠义先生清寒优秀奖助学金颁奖 25号上午于三重区公所区长市举办 这次获奖学生一共有20位 大学组每位同学可获奖助金2万元 高中组则是1万元 今天我们公所又颁发这一学期的郑忠义清寒优秀奖学金 那今天一共有20位的优秀的同学 那其中是高中组的有9位 大学组有11位 此次申请学生踊跃 以往奖助名额高中和大学组各9位 这次特别是增加两名大学名额 鼓励优秀弱势的学子继续努力 那像譬如高中住 有一位陈同学 那他也是 他有三个弟弟 弟弟都很小 那其中有一个是特殊生 所以他在家里他都要去帮助照顾他的这个弟弟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除了自己在功课上能够表现很杰出优秀 他还能够非常的贴心帮助父母亲 郑忠义先生清含优秀掌助学金是已雇前三重市长 郑忠义先生子女为发扬郑忠义关怀弱势的精神 102年开始委托三重群工所代为颁发的奖助学金 如今已经造福不少三卢地区的学子 希望让这些弱势学生也能继续努力奋发向上 记者沈正代华三重采访报道